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了在9月份新房的开建数量有0.2%的上涨达到120.6万股 而美元的走势则是保持抛压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现在上升到了1.1352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5474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升到了119.78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于加拿大元的比价 现在下滑到了1.2960 这样一个比价虽然依然保持在支撑线1.2975之上 还在进一步的出现上涨 但是短期可能会有震荡 如果能够稳固在支撑线以上的话 还是有望再次反弹上升到1.308 之后上升到1.3125 当然如果延续现在下滑的态势 并且跌破1.2975的话 就可能会滑落到1.29甚至1.28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 每盎司1179.60美元 金价现在是在一个熊市的轨道当中开始运动 这个轨道是从今年的10月14日开始的 在未来上涨的空间比较的有限 受到压力线每盎司1180美元的压力 可能未来会看到金价滑落到每盎司1167美元 之后走软到每盎司1163美元 当然如果金价能够再进一步的反弹 并且突破每盎司1180美元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上升到每盎司1184.50美元 甚至每盎司1190美元 所以我再来看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5.90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锁定三潮 财经电视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llo